各位好,今天3月2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您的 中国呀,终于开始从乌克兰撤侨了 然后怎么撤的呢,包大巴 说好的飞机呢,没了 然后呢,说好的这个国旗呢,不能贴了 只能够呢,用大巴车呢,撤侨 而且是分批撤侨 倒还是还好,岁数大的先走 然后年轻的孩子们呢,你们就扛一扛吧 而且是先从基辅这边开始撤 其他地方呢,顾不上了 尤其是很多在战火当中的地方呢 是完全不可能顾得上 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力 当然有能力的时候啊,这个他没撤 当他没能力的时候呢,他吹牛逼 等他吹完牛逼之后呢,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撤侨 当时在网上我还看着啊 说这个,当时就特别牛逼啊 说的,那个话说的啊 我听着简直就是,就是 胡宝义宋江在世,什么呢 就是说,别担心啊 那个祖国没有忘了你们 你,我们想撤侨 那分分钟,包机 台湾同胞可以这个直接拿台包证 跟着我们飞机一起走 然后后来就一堆的人 就是说,一台湾 当时台湾有几个人在那个乌克兰啊 就是包了大巴车 直接往,直接往边境撤的时候 然后就,一堆人就讽刺啊 说,你看你们,你看你们 我们等包机 然后呢,你给你们机票 你们不去 是吧 这,你,你看 现在你们只能够包着大巴车走了吧 贴着你中华民国的国旗 是吧 然后你这么走 危险吧 危险 那会儿呢,还没打起来呢 现在呢,打起来之后呢 或者刚打起来 现在呢,打起来之后呢 你现在呢 基辅已经在重兵 快城重兵包围的地方了 你现在走吧 对吧 这个事情是这样啊 我们现在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以我们当今圣上为首的啊 中国政府 他事先是知道俄罗斯要打这场仗的 而且是很早就知道 美国人通知他的时候特别早 比如说大概在11月底 纽约时报的报道吧 大概在11月底的时候呢 去年11月底 美国就已经通知他了 一直以来到2月4号还是5号 我们战狼,2号战狼赵立坚 精班 然后呢,赵精班同志呢 还在说 美国人胡说八道 美国人发布了这个撤侨的通知之后啊 他依然没有任何发布这个撤侨的通知 要听大使馆安排 我们就现在可以非常明确的指出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中国政府早就知道 俄罗斯要打这场仗 而他们不撤侨 为什么 是替俄罗斯政府放了烟雾弹 因为我们全世界都知道啊 中国跟俄罗斯的好啊 对吧 俄爹嘛 这个 那个我们 我们当今圣上 虽然一直以来 那个指导世界大地 大事的发展 但是呢 只要是看到这普大地 就跟那小迷地儿俩眼 是小猩猩在骂我着 然后呢 那个 那都已经说起来的话 但凡 但凡我们 我们圣上 真的是有这个追 就是 能让他不顾地位去追星 你信不信 他给 他给普大地 接机啊 什么 追着他的飞机满世界跑 绝对干得出来 两百 你想 你想想看 两百多斤的麦都背了 普大地算 普大地 追普大地这算快毛啊 对不对 OK 你知道这事 甚至于到25号 他 对普京这个表态 我们能看出来 他原来就明白 他肯定是要打这场仗了 打这场仗 打这场 那你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不撤侨 为什么呀 就放烟雾弹吧 你直接 你因为好啊 你如果你直接都说撤侨了 那全世界都知道 那肯定要打这场仗了 对不对 OK 为了让大家保持这个 还有这个一丝犹豫的机会 说可能不会打呀 可能怎么样的 坚决不撤侨 放这烟雾弹 这烟雾弹是什么组成的呢 当然是我们 以血肉捍卫啊 党的这个臣民们呢 这六千 六千人 六 中国十四亿人呀 六千人算个屁 就他们就当那烟雾弹 一层烟给放了 就完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这没有任何 没有 咱不用讨论说 到底会不会这样 这现在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了 可是呢 这烟雾弹放了 你光放烟雾弹呀 没 这个人呢 没有利用到极致 对不对 还能干件什么事呢 还能干的是啊 这个让你们再发光发热一次 让你们证明我们这多牛逼啊 国家是多牛逼 多看 多照顾自己的臣民们 你们这些血肉长城 你记住了 还没给你填进去呢 你还 你还 我们还得用你 怎么着呢 就是先吹牛逼 中国撤侨一直啊 有一特点 您可以看历次的那个 就所谓的这个 撤侨 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甭管你撤得了撤不了 先把牛逼吹出去 先吹两天再说 因为 您想想看 就是中国的网络动物们啊 有一特别重要的特点 说金鱼啊 说都觉得夸他们了 那基本上 七秒的激烈 拿 怎么可能啊 七秒都沧海桑田了 那 这怎么可能 有两秒都不错了 然后呢 就先把这牛逼吹出去 先撤侨 就是先吹牛逼 然后呢 我这个 你像这回 乌克兰就是 就这表现的 完完全全 教科书一般的 中国式撤侨 怎么呢 先把牛逼吹出去 说 我包机 撤侨 你不用担心 这边底下 这个国内的网络 爱国者 欢呼海啸 哎呀 牛逼 这个中国 中国政府牛逼 我们这个负责任的大国 然后我们 对我们的人 人不抛弃不放弃 对吧 然后你再往下看呢 然后真碰上事了 啪 卵子一缩 回去了 对不对 这整个是男生 男生女相 然后直接卵子 缩回小府 差不多就这样 说我们现在 做不到 然后我们要等安全的时候 才能撤桥 安全的时候 安全的时候 等你撤啥呀 你安全了 你还撤什么桥啊 你疯了吧 神经病 你那些人都 都在那 该工作的 该上学的 我都安全了 我干嘛去 我 我这边都不干了 不可能啊 肯定是说 你安全的时候 你再撤桥 这不瞎扯吗 那 等真正说 舆论也起来了 说你这个 你得撤着这桥 不能这样 然后呢 因为现在手机的时代 你又不可能 完全的把整个 都给封住 对吧 水银泻地 总有一些 那个信息 流到国内来 一看发现 你妈的吹牛逼 吹大了 这边中国人很危险 是吧 然后OK 好 那赶紧撤 一看没别的时候 还他们得点大巴 那还是得大巴 我看就真的是 就是说 那个 先说 现在撤了一千人了 不知道 哪国家 哪国家的边境 应该是博览吧 可能是本波兰走 然后呢 这个一千人到波兰 然后你还得 先去那个难民营 先去完难民营之后 国家说不定 说不定啊 有飞机过来 给你弄 给你弄回去 但是也不好说 因为现在这疫情呢 一看就是 整个的疫情 在香港那边也爆发了 这边怎么着怎么着的 谁敢让你回国呀 就中国 中国官僚这尿性 我们那个调性 那个 能让你回去吗 几千人回去 你真的 中国又得把你集中影 对吧 这回到坐实了 它不太可能 像是那个 你这回不能说 是像跟新疆似的 我这是劳动影了吧 你不能劳动 你只能集中 你只能给 给哥子里边去 那个隔离去 OK好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正经说呀 这事啊 你说全怪中国政府呢 也不能全怪 我必须得给中国政府 说一句话 说你不能全怪中国政府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您自己都闹不清楚 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你不傻逼吗 对吧 我能 我不能 我不能说 那个 可怜之人啊 必有可恨之处 怎么说呢 您都在国外啊 您甭管它是乌克兰 还是什么的 什么其他 其他什么傻逼国家 那重点在哪呢 重点是 您难道就没有看见过 中国大使馆 或者领事馆 您去没那办 没去那办个事吗 是吧 您 您都去到那块办过事了 您还相信他 这脑子是不是 脑子 您这脑子有点不一样啊 有大病啊 这是 是吧 您出国留学 或者是 或者是工作 是不是就直接打包行李的时候 忘了把脑子 直接一起打包带走了 那 您想想看 我跟您这么讲吧 就是 我呀 我在国内 我今年50岁了 我在国外度过了大概我五分之一的人生 这个在日本 在美国 我度过了我五分之一多的人生 那我跟中国大使馆 我基本 领事馆啊 我基本不打交道 我就打过一次交道 我跟您说吧 就是在日本 我换护照的时候 那会儿呢 就是他已经开始啊 就是用那个什么脸的扫描啊 什么那个程序 先预约啊 这些东西 这没毛病 那你尽可以 现代化手段吧 中国 牛逼 人工智商 这种系统 你上呗 OK 没毛病 然后我他妈只要 就那个系统 这是难使啊 我当时都惊了 我说 卧槽 这他妈的 这让我公司 那小程序员 我让俩小程序员花个一周时间 写出来的比他这好使 那你 怎么办呢 没招啊 对吧 你就只能用 你就只能用 然后等我去着大阪领事馆 就是我前两天骂的那个傻逼那个薛剑 胡说八道 那个 就领事馆在那 我去着大阪领事馆 我一进去就知道 我操 妈的 这肯定回国了呀 对吧 就这脸上这个 这脸上这两块肉 这王神一搭了 老说我满脸横肉 是吧 我这么和蔼可心 我跟他们比真的是和蔼可心 温文儒雅呀 真是这样 那我这辈子 我这么长时间了 他这么长时间 十多年在国外呀 这几个国家加起来 我他妈 绝对有一件事就是 最好是不跟石领馆打交道 除了给自己找麻烦 找气声之外 什么也不好使 你就哪怕去换过护照 你倒是换护照还蛮快的 现在递进去 然后隔个 我忘了一个多月还是怎么着 就还我就给回来了 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用那护照了 过两年再去 我估计还得有几年吧 再去换护照的时候 我还不一定换得了呢 这天天 就你们哥几个 天哪听我这胡说八道的 我告诉你 下回你们再多关注我点啊 我估计我下回就换不了护照了 我只能够去买过其他国家护照 然后接着这个静悄悄的生活 只能是如此了 真的 我估计我八成是换不了这护照了 但是呢 这话还得说嘛 所以呢 使领馆他说任何东西 他说这些玩意你要相信 你就是傻逼 有一人不信呢 就是说 乌克兰里有人不信呢 你有明白人 这六千人里还能没有明白人吗 直接咔嚼 自己搭车呀什么的 带着俩孩子 对吧 带着俩孩子直奔那个边境 然后就 四十八小时逃出身边 就是坚决不信 你他妈说说大天 老子不相信你 这种人就对了 我跟你说吧 这种人就完全是理解 我党我政府那种呢 一吹牛 没事的时候就吹牛逼 有时候就翻白眼 这种特性 他特别理解 所以呢 他就自己自己 把自己给运出去了 那孩子也好 也没事了 他也没事 您瞧这个 现在等 您听着说 听着 听着领事馆说 使领馆说 说 哎 别不用担心啊 我们现在你们安安心在这待着 哎 不用太操心了 您听着这事 您就没离开 对吧 然后呢 等到时候 想离开的时候 挂国旗啊 挂国旗 护身符 这个 结果呢 你要真听他的老话啊 把国旗往身上一挂 基本就是国师部了 要不然的话 你就干着国旗下葬了 是不是 我那天不是说吗 那个 有一哥们在那说 说 哎 这挺好的 直接那个 你挂一挂 批国旗出去 帮击一箱撂倒 这直接 当场遗体告别仪式 还是告规格的 你说多牛逼 那你去 你听吧 然后你再听 另外一件事 你就会听到 说 哎 这个 不能有国旗啊 这个 那怎么办 那赶紧把国旗就 连夜修国旗 那个 除了那 除了这个 除了我们周 那是 叫做周大宇 周大宇老师 他老人家这个 新婚之夜 是我忘了是秀国旗 还是那个 赌党章了 反正反正 不是我说真的 这赌党章这件事 或者秀国旗 居然也能代替姓生国 我也真 相当佩服 但是后来我看着一个 看了一位那什么 看着 俄罗斯人入侵的 那个视频 就能 就能那个 让自己 就是那个 叫什么 应该叫守云 就给自己 弄嗨了那女的 我也觉得 这确实也有可能 这确实也有可能 周老师功能不太行的时候 也可能用党章 也能抵挡一阵子 这个是一个 那你 几件事 反复了吧 然后等着 给你安排 安排完了 那现在来讲 你接着做大发 目标挺大 战火纷飞 冲突升级的时候 你直接奔着 奔着别国去了 而你知道最差的是 一个什么事呢 我们政府干了 一TM特缺德的事 就是你要知道 你手里这个中国护照 基本上在全世界来讲 那不能够说是畅通无阻 那也说是狗屁不是啊 真的 你能干啥 您在乌克兰 您拿这护照 您周边 您找一个国家 想入境 你除非以纳民身份 否则的话 您入什么境啊 去白俄罗斯 那边也正要打呢 你怎么抄火线呢 是不是 俄罗斯你好像 你都不能够落地签 然后周边这些国家 几乎是没有一个 能让您直接进去的 您那护照 别跟战狼倒是牛逼 说是我这护照 我这把都能带回来 就是你坚强后盾 倒是坚强后盾 你他们哪里去不了 你这一出事 只要一关一关边境 您那护照 就是废纸 那如果不想当废纸 干嘛呢 那您只能够说 由中国政府临时协调 给你把这个 让你护照能够通过 能够通关 对吧 那比如这回波兰 但是他事先干这事了吗 他没干呢 他他妈干什么了 他他妈干的 一直告诉你 稍安勿躁 踏实待着啊 你就直接在这 安静如鸡 好好在这待着 就完了 那就干都这事 您听他的 您就或者是说 您哪怕您不听他的 对吧 您直接在那之前 觉得我得跑 那个已经没有飞机了 开着车去别的边境 往这边到其他国家 你发现一件事 你他妈这玩意不好使 说真的 真的不好使 你还不如 那个加勒比海小国的 护照好使 就这么简单 就 然后呢 你一听他的 二 不知道自己护照 手里的 手里护照的 含金量 那 说真的 您说全怪政府吗 我觉得也不能全怪 就是说呢 这个骗子跟傻子呀 他随说 我们会更觉得 这个骗子 是一个更可恶的物种 但是 你这傻子 你要说完全不负责任 也不可能 为什么呢 毕竟您老人家 那个智商呢 也都在室温以上 对吧 那 你都 你智商都在 都在室温以上了 您还能 您还能相信呢 对吧 我能完全把您 跪到傻子里吗 不可能啊 这事 所以呀 就 我必须得说 您下回 用任何 在任何的情况下 记住一件事 那个护照 不是您坚强的后盾 那个护照 只有对孟晚舟那样的人 他才是他坚强的护盾 知道吗 就像您 或者包括我 就是我们这些人 我们 那个护照 对我们来讲啊 说实话 能保护你的 保护你的这个能力 非常的有限 怎么说呢 大致来讲吧 类似于 漏了避云套吧 差不多就是这样 好 谢谢诸位